到底要不要到立法院 国情报告 准总统赖清德给答案 国民党团也提案邀请 10号将进入院会公开讨论 平静党团不要恶意的配合 我们呼吁平静党团 应该从善如流 来共同促成这个 创下国家宪政惯例的一个首例 照民主的真谛来讲 当然是疾问疾答是最为真实 他们不同意疾问疾答 我们也不排除 采取政党比例来识问识答 我们希望他都是核宪核规 建立起一个宪政惯例 而不是逾越了宪法 创造出一个宪政恶例 要怎么报告疾问疾答 还是统问统答朝野口径一致 统统留到朝野协商再决定 不过提案10号交付院会处理 如果朝野协商顺利找到共识 最快521或是524 来清德就能到立法院报告 创下先例 立法院来做报告 也没有差三天五天的问题 不只国庆报告形式和时间 朝野紧锣密鼓讨论 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 也在散会后进行动线视察 行走路线将从议场正门进入 但是要从中山南路正门步行到议场 还是坐车到议场门口 都还有待讨论 赖清德从正门进入议场后 将穿越朝野立委的座位区 直接走上台 面对所有立委发表国情报告 他能否创下首位到立院 国情报告的宪政惯例 就看朝野党团何时能够达成共识 欢迎新闻 无证客主营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